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六月五号的公示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马上来带您关心 昨天傍晚之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北部以及宜兰花莲深区下起了大雨 苏花路廊台九丁县 南澳道和平间的观音路段 发生了零星落石 藏雨量也达到了丰路行动值 公路总局在昨天晚间八点半到十二点间 道路管制台九丁县五塔到汉本路段 只出不尽 受到强藏雨的影响 苏花路廊台九丁县南澳道和平路段 发生了零星落石的情况 公路总局已经进驻机具加强巡视 而因为雨势加大 五塔到汉本路段 晚间八点半道路管制只出不尽 接近午夜的时候 由于雨势已经缺缓 可以进行零星摊坊落石清理 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公路总局也呼吁 强降雨期间非必要请避免行驶山区公路 来看到一起这个死亡车祸的意外 昨天下午屏东高树厢的广夫大桥 堤防道路发生了四辆机车的冲撞事故 一名核心男子原本想要在堤防道路试车 结果不晓得什么原因冲撞对象双载机车 并且波及到了旁边两台朋友所骑乘的机车 一共是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现场机车零件四散 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原本车体的模样 警方就来两辆小货车 沿路收拾破碎喷飞的零件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四日下午三位民众相约出门玩 途中遇到下雨 一名核心男子提议改成试车 未撂三台机车当场和对象 一台双载机车发生了严重冲撞 警方到达现场四部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 警察系河南及两位料姓男子等三部车辆 远遇前往雾台游玩 复应天后因素作罢 遇返家途中在上述实地 进行测试机车性能 事发地点就在屏东县高树乡的 广幅大桥堤防道路 救护车桿底现场紧急将人送医 但是现场两名男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后人选告不治 另外三名男子意识清楚 分别为手骨骨折 身上多处擦挫伤 警方表示提防防训道路虽然没有禁止车辆通行 但也并不是一般道路 尤其天宇路华 驾驶人在行经这些道路 一定要特别注意扫心 避免发生难以挽回的汗事 至于这场死亡车祸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陈华云朱峰之中建纲 综合报道 天机资讯一起来关心 今天台湾附近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云系 各地都是毒云道晴高温炎热 在台湾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震雨的情形 中午过后 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山区要留意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天气高温炎热 今天中午前后 高雄近山区或是河谷都是橙色灯壳 也就是会有连续出现三十六度高温的几率 要请加强注意 而台南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是河谷 以及花莲县纵谷则是黄色灯壳 来看到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 星期一星期二主要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星期三到星期五是吹偏南风 水气会增加 当午后雷震雨影响的时候 容易会有瞬间大雨 雷急 强震风这一些剧烈的天气变化 山区的溪水容易暴涨 如果有安排中午过后的户外活动 要请留意天气的变化 注意安全 而到了周末开始 可以看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有南海 会有热带系统发展的几率 不过它的强度 位置还有路径 都还有不确定性 所以还有待观察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中国时报 台日战略对话 在五月中首度在台北举办 全程高度保密 以两岸爆发战争前的各种状况 也就是当前台海情势现况为依据 进行堪称台日近年来 最大规模的政军兵推 极可能是第一次官方性质的政军兵推 自由时报来关心的是 金控集团今年第一季 海内外投资都踢铁板 根据统计 金控今年第一季的海外投资损失 2428亿元 国内投资损失达到了270亿元 合计2698亿元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健保连年溢价大砍健保药价 不少抗生素一颗不到两元 由于不敷成本 已经有15款抗生素 向健保署提出重新溢价 医界就担心 如果价格仍旧维持糖果价 恐怕会引发另外一波缺药风潮 对此健保署表示 相关生产的药厂尚未通报缺药 食药署则说明 这几款抗生素都有国产 学民药可以替代 请民众信任台湾制药国家队 继续来关心一名受害男性 昨天出面开记者会 控诉中国民运人士王丹 他在2014年 在美国纽约的饭店 对他性骚扰 他拿出了跟王丹 以及王丹助理的对话记录 还有在王丹住所拍摄的照片 扬言王丹 如果没有在台湾时间 6月6号5月前正面回应的话 将会提告 而王丹则是透过脸书回应 欢迎提告 对部公堂走出真相 提出跟中国民运人士 王丹的脸书对话 还有求助王丹助理的记录 一名男性 前政治工作者指控 2014年6月6号 跟王丹一起到美国纽约 在饭店遭到王丹性骚扰 并拿出在王丹住所拍摄的照片 证明自己绝非捏造 男子表示 如果王丹没在台湾时间6月6号5月前提供正面回应 就会带着证据去提告 王丹则透过脸书回应 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 性操案件连环报 国民党立委也是前花莲县长的傅昆琦 被女性资深媒体人指控 2014年在参序期间有对她性骚扰 傅昆琦发声明回应 强调从政二十年来从未利用权力关系 骚扰女性或下属 坦然接受司法跟国民党性贫机制最严格检验 国民党坚决捍卫性别平等及女性权益 没有模糊的空间 即刻启动党内性贫调查机制 秉持无望无踪的精神 深入了解调查其情况 性操风波在政坛持续元烧 三号爆出小英之友会也传出性操案件 有媒体指出涉嫌的重要人士是现任的总统府资政 总统府回应 移请小英之友会以保护当事人权益为基础 启动调查 临行事情后会依照规定益处 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劳动部调查 最近一年大约有二十万名的劳工 在工作场所被性骚扰 推估其中女性有十四万人 男性六万人 但是提出申诉 分别只有三万以及九千五百人 比例相当的低 其中有申诉的男性几乎都说 并没有获得改善 近日性骚扰丑闻事件 连环报也引发各界关注 国内职场性骚扰的情势 根据劳动部二零二二年 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 约有二十万名受过劳工 最近一年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 其中约十四万名为女性 六万名为男性 却分别只有三万几九千五百人 提出申诉 调查也显示有高达四成九 未提出申诉的原因是 把这样的行为当开玩笑 不予理会 还有人担心会遭别人闲言闲语 担心失去工作 二度伤害 也有人不知道申诉的管道 担心调离员工作等 甚至有申诉的男性 几乎都直言 申诉后没有获得改善 有律师就表示 过去承接案件的经验 发现当事人共通点都是自责 面临性侵性骚扰的当下 虽然不易保全证据 但是发后向亲友陈述 无论是电话录音 讯息保存截图 法庭上都可当证据 如果身心受到影响 就诊记录也有证据力 若在公共场合发生 可报案要求调阅监视器画面 可能都是信任的人 又或者是信任的 不管是长官 或者甚至是长辈 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 譬如说 不管是交情 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 所以一般当事人 都是非常的震惊 然后也甚至是怀疑说 是不是自己搞错的 这个反应是很多的 此外全台也有八所 由卫福部补助成立的 性创伤复员中心 正是早年受性创伤 且无司法协助需求的个案 提供资商辅导的服务 记者为陈信龙特会报道 近期有网友发现 脸书出现特定社团 现实发布各类的 托拍私密影像 号召民众检举抵制 也有人是看见朋友 在社团里面 就会自动解除好友关系 卫福部表示 被害人要主动申诉 才能够让性私密影像完全杜绝 而民团则是认为 这一类的社团成员 动辄都有上万言 呼吁要尽快修法 涉嫌赠送游戏点数 诱骗儿哨拍下不雅照 赖姓男子一审被判 十年刑期台版N号房事件 震惊社会 其实在网路上 早就从此各类社团 专门散布性私密影像 关键字打下去 社团清一色主打偷拍外流 成员动辄上万人 只要照指示输入密码 随即能浏览 有网友号召检举抵制 也有人看见朋友 在里头自动解除好友关系 那种外游社团不外乎 就是看那些东西嘛 然后很多男生都会想看嘛 这样子解除朋友关系的话 蛮奇怪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自由 因为家朋友应该都是 真的是朋友关系 不会到取消朋友关系 但是感觉会对他有个印象 就是说 所以他会去看这些东西 不少私密影像 未经同意早拍摄 甚至被散布 透过社团当跳板 连接到第三方平台 卫福部表示 只能被动要求影像下架 毕竟这类网站提供的内容 多元复杂 并非全部违法 若要杜绝影像在外流 就要靠当事人主动申诉报案 民众检举 他顶多就是做移除 可是还有B啊 还有C啊 其实反复反复有很多 要被查一定是有一个 这个犯罪的事件 那犯罪怎么认定 一定是要有被害人 网友们他们好奇 想要窥探 意淫的一些心态 然后去进去 这个社团里面卡载点 卡位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争取 这样子一个条文的立法 无正当理由持有 那就有刑事处罚的规范 外流私密影像抓不胜抓 数位女力联盟认为要从社团成员下手 只要涉嫌卡位持有影像 成了加害者就该负起刑事责任 卫福部也成立性影像集中处理中心 线上提申诉后将通知平台下架和监禁联手调查 介绍新闻台北报道 台湾各县市努力想要洗刷行人地狱的污名 但是危机还是随处可见 在台南大林路有一个公车停扣站 因为机慢车道太窄 只要路边有围停的汽机车 公车就会难以扣站 想要搭公车的民众 就得要穿越马路和分隔岛 去快车道等车 被明代嘲讽是最危险的公车站 民众在公车站牌前挥手拦车 但快车道上的公车差点没看到 直接开走 等公车停了 民众却得横跨机慢车道及分隔岛才能上车 一不小心就可能出车祸 这个设在台南大林路上的站点 也因此被明代嘲讽是最危险的公车站 角度的关系 因为他到了机慢车道的时候 已经比较小了 那平常这个地方又是 因为都是店家 那停满了车 所以我们的公车 完全就是在平常的时候 完全开不进来 其实是真的不太好进来 因为有时候旁边这边会有停车 机慢车道仅一台公车宽度 不仅公车弯进去不容易 一旦进去机车就会被堵住 而若路边有危停气机车 公车就难以靠站 明代呼吁市府检讨道路设计 对此公务局回应 曾提报营建署申请经费 做道路改善单位通过 由于改善需拆除分隔岛 重新配置车道 经费预估要两千多万 市府表示会积极争取中央预算改善 但在此之前 恐怕民众穿越马路搭车的惊险画面 还得继续上演 记者陈欢许正军台南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 乌克兰过去两天 从乌东地区到首都 都陆续受到了俄军的飞弹攻击 其中攻击首都机辅的飞弹 是被防空系统给拦了下来 而还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俄国雇佣军团 瓦格纳的集团领导员 3号则是批评俄国没有保护好国民 让境内各派戏玩危险游戏 摧毁国家 政大人员在毁损的住宅前 忙着搜索幸存者 乌克兰城市地涅波罗 3号遭到俄军的飞弹攻击 造成至少22人受伤 其中有5人是儿童 外媒报道地涅波罗州州长赖萨克在社群媒体 Telegram上表示 恐喜发生之后 就那人员在瓦里堆下 发现了一名两岁女童的遗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在Telegram上证实 爆炸发生在两栋两存楼的民宅之间 不幸的是废墟下还有人 俄罗斯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遭受袭击的不止蒂涅波罗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4号凌晨 也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有目击者表示 听到远处传来爆炸的声响 以四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击中了俄军攻击的飞弹 俄武战争开打超过15个月 近期反普廷的民兵组织 不断对俄国边境城市 比尔哥罗德进行攻击 这让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俄国 瓦格纳佣兵集团领导人普利格金不满 批评国家没有保护国民 反而让俄国内的各派系 在玩危险游戏是在摧毁国家 另外他也再次对俄国内的各派系 试图挑拨他跟车臣 之间的关系表达不满 他表示目前已经解决了 跟车臣部队之间的争端 强调如果国内派系再持续挑衅 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国内信任陈胜炳一 北京天安门事件 至今已经三十四年 过去在香港 每年都会有大型晚会悼念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 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 已经没有办法再举行 香港警察在六四的前夕 还以据煽动意图行为等理由 逮捕了几位民众 不过在台湾依然还有纪念活动 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国务院 也都发文 表示会持续推动人权自由 六月三号晚间 香港的铜锣湾街头 有艺术家被警方逮捕 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高声呼喊要民众别忘记六四 单看同一天 香港就已经有好几个人 因为进行了巨煽动意图等行为 被逮捕 其中也包含台大研究生刘嘉宜 而四号台大研究生协会 在台湾发起声援 谴责港警作为 和平哀悼无罪 和平哀悼无罪 过去香港 每一年都会举行六四的相关活动 但二零二零年 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 在香港悼念六四 成为了禁忌之一 而台湾的人权团体 依照网例 在中正纪念堂 举行特展和悼念晚会 所以现在台湾是谨慎 唯一华人社会 仍然持续三十几年 不断来举办六四 今年六四活动的地方 如果我们相信这套 中共这套人权的论述 我们连谈论六四 或者是思考的这种权力 都会被剥夺掉 广场上展示了三公尺高的耻入住复制品 和其他国家作品不同 台湾版的在地连结象征 只保留去年被波漆破坏的黑色痕迹 被台湾的中共同路人破旗 所以他又有在台湾又有了在地的意义 我觉得只好台湾的 目前政治制度来说是比对他好很多的 我希望的是中国有一天可以民主化 使得两岸可以和平的沟通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还要来自己青年六四的原因 总统蔡英文上午在脸书 PO文以中国日前发生的贵州地铁大合唱事件为例 期许中国年轻世代也可以自由歌唱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 强调受害者的英勇不会被遗忘 包含在荷兰 法国和德国等地 也有不少旅外的中国人举行街头活动 不让悼念六四的声音被消失 记者曹燕俊 春福财 台北报道 希腊爱琴海地区的一个观光小岛 被国家遗忘 岛上没有银行 没有加油站 人口严重流失 剩下两百个人左右 现在就连学校都面临关闭 课堂上学生认真看着地图 努力记忆 但仔细一看 一个班级却只有两位学生 一名老师 等到毕业季过后 就只剩下一位学生和老师 希腊的克帕苏斯岛 是佐泽卡尼 索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 然而这座岛 包括医疗 教育等 基本生活条件相当缺乏 宛如被国家遗忘一般 生活在这里的退休水手 梅拉西斯表示 在岛上生活的两百名居民像是国家的二等公民 尽管克帕苏斯岛是群岛中的第二大岛 还分成迪亚法尼跟奥林帕斯两个村庄 但是每个星期前往首都雅典的船班只有两班 这里是希腊知名观光景点之一 每年夏天会有数千名游客来这里居住观光 但是岛上没有银行 没有邮局 也没有加油站 就连学校 因为缺乏师资学生 眼看着可能就要关闭 让有小孩的居民 未来可能得离开 搬家到有教育资源的地方 过去在1960年代 岛上约有60名学生 但随着居民外出工作定居 没有回家向发展 目前学校只剩下两名学生 一位11岁 一位8岁 11岁的瓦西利斯预计下半年开始 就会转往奥林帕斯的国中 跟姐姐还有其他七名学生一起上课 我们要做一个小孩 我们要带我们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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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带我们两个小孩 科帕苏斯岛的工艺品 方言跟传统音乐 是希腊国家有名的文化遗产 然而岛上的人口流失 就让这些传统文化的保存岌岌可危 虽然西亚政府曾经为了减缓当地的人口流失 以补助或是减税 鼓励民众移居到这些偏远地区 但是居民抱怨 当国会议员 总理跟总统来到岛上时 只会做政治秀 一旦离开了 就仿佛又忘记了岛屿的生活问题 国人新闻陈顺鼻 生成是AI 让大众意识到 AI不再只是空泛的学术名词 路透社有一项民调就显示 美国有多达六成的人出现了AI恐惧症 面对AI集体焦虑的同时 人类也必须要思考 如何避免不被AI边缘化 Chad GPT不只能帮忙查资料 写作和产生程式码 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学生 还利用它作为及时的沟通工具 在日常对话 会议或面试时遇到答不出来的问题 带上这个联网的AR扩增实际镜片 就能立即得到答案 2022年11月 OpenAI的Chad GPT正式启用 生程式AI的应用领域就此展开 但其实AI早就进入我们的生活 包括Google翻译 线上音乐依据用户使用习惯生程的播放清单 还有自驾车的技术 Chad GPT的出现 让我们意识到AI不只是空泛的学术名词 在学习如何使用新潮工具同时 怀疑AI的智慧是否可能凌驾人类 反过头来成为主宰的声音 也跟着高涨 辞去任职十年Google职务的AI教父星顿指出 AI透过学习和进化 建构出解决问题的思考逻辑能力 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科幻文学以及影视作品 描绘高科技文明下的末日景象 多数来自于人工智慧失控的下场 生成式AI的使用以及开发热潮 似乎预言着电脑总有一天会凌驾人脑 人类社会除了面临AI的集体焦虑 眼前还有已经发生的AI难题 AI取用未经同意 以及未经确认的网路资讯 形成难以辨认真伪的内容和影像 进而左右社会议题风向 比如选举以及军事行动等等 另外AI系统的取用 存在着知识以及基础建设建构的落差 更深化网路社会的阶级意识 AI改变生活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在担忧AI威胁文明社会之余 人类得先思考如何避免不被AI边缘化 除了立法监管AI开发以及应用 同时透过硬体建构以及教育 培养与AI共存的思维以及意识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昨天出访日本 第一站前往东京马祖庙 庙董事长詹德勋亲自接待 还高喊动算 只是詹德勋四月才获聘担任 关东信赖台湾之友会的顾问 是否拔装成功也引发了联想 而柯文哲也在昨天傍晚出席了 乔宴发表演说 不过这一次抬球只有六七十人出席 跟二零一四年当年柯文哲 访日时高达五百人相比 严数差很大 高喊动算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四号启程出访日本五天 第一个行程直奔日本妈祖庙 而妈祖庙董事长正是关东信赖 台湾之友会的顾问 柯文哲采现赖清德的意味浓厚 尤其是我们妈祖庙 每一位来的人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要问我是哪一位的话 那就我投票那天才知道 什么会的顾问我都会当 会啦这一定要的 柯文哲也在傍晚出席 由日本国会窗口主办的乔宴 并发表一个多小时的专题演讲 大部分非常台湾独立 所以坦白讲 维持现状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有趣的 如果台湾在先这段 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独立 那我全部国民党跟民进党 每天在乱什么 在台湾最近 一个很大的口号叫下降民进党 基本上我是不赞成这个口号 为什么下降民进党 难道犯国民党这样去贪污啊 柯文哲提到民众党不容易 病倒其他党 似乎暗示蓝白盒可能性很低 针对两岸论迟 柯文哲自诩是最会与中国沟通的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桥宴人数只有六七十人 跟二零一四年柯文哲以台北市长候选人身份访日时 约五百人台桥出席的规模和声势相差很大 记者黄沛和陈柏玉 陈修林无奇章综合报道 蓝绿总统参选人周日的行程满满 昨天刚好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四周年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表示 保护中华民国的方法要正确 如果接受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是强调 要用生命顾台湾的安全 不想看到台湾发生战战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四号一早到南投竹山参加茶道解活动 不少摊伤民众抢着合照签名 接着他又赶往草屯出席南投县 信赖台湾支友会成立大会 为一百四十九个分会长一一受证 二零二四 完全一日 赖清德表示 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大败后 南投相信愿意在之后的立委补选 给民进党机会 他相当感激 而星期天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四周年 赖清德认为 保护中华民国的方法要正确 我们一定要坚持民主自由的制度 相关的方向就是要抗补 我们本身的出款 为何共和民国的存在 但是方法要对 赖清德强调如果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 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马不停蹄 周日下午参加嘉义同乡会总会 嘉义人支持 家伎人团结挺侯友宜大会 他强调要用生命 顾中华民国 顾台湾的安全 不想看到台湾发生战争 侯友宜表示 现在台湾是需要安全 不需要战争的时候 但看到执政党兵凶占围 让台海出现很大的危机 而对于赖清德曾喊出 在嘉义要赢侯友宜十万票 身为嘉义人的侯友宜说 赖清德是在吹牛 他一定能顺利当选总统 记者邱紫培王龙涛 王新忠南投台北 综合报道 全台有上万名的纯恶劣 或是小耳症的 颅岩缺陷儿童 有公益团体统计 先天颅岩缺陷孩子的家长 高达八成以上 担忧孩子无法面对外界的眼光 还有将近五成的家长表示 孩子在学校 曾经受到异样的眼光 或者是被排挤 心理压力不少 头上戴着法带 亲切的与民众互动 她是患有崔契尔 柯林斯症候群和小耳症的 如颜少女周婉伦 虽然不完美的外表 曾让她饱受外界异样的眼光 但在走过风雨后 自信成长 主动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就别人就会知道会认识 那不会有太多的异样眼光 而这位坚持生下兔唇宝宝的 静静妈一路上陪着孩子手术 并建立充满接纳与包容的成长环境 大概就是前一两个月吧 接下来说真的跟照顾一般小孩 根据卫夫如颜基金会的调查 先天如颜缺陷孩子的家长 有高达八成以上 担忧如颜孩子 无法面对外界的眼光 还有近五成的如颜家长表示 孩子在学校曾遭受异样眼光 或是发生被排解的状况 承受了许多心理压力 因此举办微笑天使自信走秀活动 希望社会大众能尊重不一样的生命 妈妈会紧张 基金会表示台湾如颜 医疗技术精湛 孩子经过医疗跟一般人没两样 只要家长有充足的资讯 适当的资源 再加上家庭亲友陪伴及心理的支持 先天如颜缺损的孩子 也能顺利长大 记者为陈欣龙特报道 以台北市来看 公托的收拖时间是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最晚可以延后到晚上七点 但是这种时间对于服务业的家长来说可能还是不太方便 所以台北市政府预估最快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会试办从上午十点半到晚上九点的公托 但是陈嫂还有待观察 带小朋友到公园野餐游玩 是不少家庭在周初假日的生活乐趣 不过到了平常上班日 小孩的托育也是不少家长的难题 所以有台北市议员就提议 可以再新办一种 托育时间是上午十点半到晚上九点的公托 为服务业的父母们提供新选择 北市预理最快九月份就会试办 消息一出也引发家长讨论 现实来说一定是比较友善 因为现在人工作时间就比较长 可是其实还是要看每个家长不同的工作 托育人员他们的支出成本会变多 你假如有上班族就当然是OK啊 可是九点也太晚了 他们小朋友到门都九点九点半 就要准备睡觉了啊 居家的托育服务它的收拖时间太紧大 配合得宜的话 对家长来说保姆的服务才是最佳的选择友 可能到了五到十年之后 其实会有大量的居家托育人员面临退休潮 应该还是要持续的扩充跟招募居家的保姆人力 银店团体指出如果要新设公托 还是要考量到托育人力是否充足 而强化居家保姆人力 对于父母亲来说 会比新设施店办到晚上九点的公托 更具有弹性 狗的粪便问题一直是花莲十大名院之一 为此花莲县环保局特别寄出了高额检举奖金 只要查证属实并且确认四组交交罚款之后 罚款百分百就可以转为检举奖金 成为全国最高比例分配 狗狗很可爱 但是遛狗不轻便的问题却让人很头痛 在花莲则发生有部分四组遭检举后 会把狗踢下机车 不承认狗是他养的 有的则是在说到罚单后将狗毛剃光 狡辩与检举选知外貌不符 各种理由一堆 让当地民众非常厌恶 包括公园的走道 还有步道 还有社区的巷弄内 都蛮多狗大便的 那你们有对那个四组劝导过吗 成效你们 有都有劝导过 效果并没有很好 为了要加强四组功德心 花莲县环保局特别寄出百分之百 检举奖金 罚款将全额奖励检举人 奖金分配方式 目前为全国最高 空地空屋跟环境清洁维护的自治条例 那这罚则是从一千二最高 会有罚到三万块 检举人呢 如果这个案件有成立 那这个市主也有 这个裁罚的金额 检举人也可以获得奖金是百分之百 那扣掉税以后 不过这样的检举奖金分配 是否会引起检举达人疯狂检举 可能引起许多纠纷 地方上普遍认为 裁罚只是手段 遛狗不留便 已是全民共事 可能担心会检举达人会 或检举魔人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不管是用柔性的劝导 或者强制的这个罚则 其实终归来讲 就是要是主的责任 一定要要建立起来 环保局强调举证不易 像是去年起至今年四月 狗变稽查四百二十三件 只高发四件 总计开罚四千八百元 检举需有动态录影 完整记录犬支牌以后 四组位清理 并记录车牌 或是门牌等资讯 即交环保局举发 记者文贾凯 网络报道 每年五到十月份 是海归上岸产卵的季节 但是在海归重要的 保育地小琉球 却有业者准备要在海归的 产卵地点附近办音乐祭 这个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对 而引发正义的不止 小琉球而已 被列为危险海域的南澳神秘沙滩 这几天被募集 由游客违规冲浪 还有违规骑沙滩车 宣传海报贴出预告 十号活动开跑 业者准备趁暑假 在屏东小琉球 威尼斯沙滩附近 举办音乐祭 没想到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居民强烈反弹 民众认为应该另寻地点举办 因为每年五到十月 是海归夜间上岸产卵的季节 高峰落在七八月 威尼斯沙滩正是海归产卵地点之一 但音乐祭预计七八月 每周五六举办DJ之夜等活动 恐怕惊扰海归 业者函冤表示活动地点 并非在沙滩上 而是两年前就成租 却因疫情闲置的沙滩旁 公有水泥地 相关文件已送交公所 对此乡长表示 将不会核准办理 但引发争议的不止小琉球音乐祭 被列为危险海域的宜兰南澳神秘沙滩 二号有民众募集游客趁台风过后 风浪尚未转小去冲浪 四号还有沙滩车大喇喇进沙滩探路 对此宜兰县府提醒行政院日前已禁止 沙滩车载客进入 该海域更是全年禁止游泳冲浪 为者将依发展观光条例 开罚一万到五万元不等罚还 记者陈焕许正俊林静伦屏东宜兰报道 法庭通常给人的印象都是很严肃 不过在智利最近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变装审判会 主题就是星际大战 让大反派黑武士出庭受审 希望能够让民众了解法庭的运作 大受民众肯定 星际大战的邪恶反派黑武士 带着光剑进入法庭准备受审 乍看以为是整人节目 其实这是智利瓦尔帕莱所示的地方法院 进行的模拟法庭 黑武士和代表律师握手之后 也高调的耍耍光剑才就座 这场星际大战变装会的模拟法庭 是当地文化遗产制的活动之一 目的是让大众了解法庭运作的过程 借此深化民众的法治观念 透过电影角色的演绎 连中小学的孩子 也能进入状况 法庭播出电影片段作为证物 让旁听的民众会心一笑 双方律师一来一往展开攻防 表情相当的认真 观众席中也包括尤达大师的Q版娃娃 还有变装的电影人物 整个法庭作物虚席 小朋友还坐在地板上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这些趣味横生的法庭画面 最后黑武士被判处 三十年刑期 而旁天的民众肯定邪不胜正 正义获得伸张的结局 但是黑武士的随护则为主子抱屈 共事新闻章所分编译 为了协助缓解粮食危机 法国开发出食物森林 森林里面有上千种的花草和树木 全部都可以吃进肚子里 而且大多是抗旱作物 不需要耗费过多的水资源 走在森林中 戴斯球尔斯不时翻看身边的绿叶草木 对植物的生长情况看起来相当满意 谁都无法想象 这一片花草绿叶都是能够肉菜做成食品的 今年四十二岁的戴斯球尔斯 过去曾是一名护理师 从小就喜欢植物的他 在不少国家旅游之后 发现部分国家维持着在森林种植食物的习惯 也突发奇想想要建造自己的美食森林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戴斯球尔斯在二零一零年 自己去上了农林业的培训课程 随后动用资金 在伯根地布雷斯地区 买下了几公顷的框地 开始种植食用性的植物 一开始的几年内 以抗旱食物为主 在不修水源灌溉下 为土壤积蓄水分 今天的时间 让这片战地超过2.5公顷的林地 已经种下了超过1000种可使用的植物 只要置身森林当中 一转身 抬头 低头 入眼的都是能够入口的食材 这种食物森林的概念 让不少人惊艳 不论在高海拔 平原 或是容易干旱 洪灾的地区 都想要复制这种友善环境的经验 打造另一片美食森林 因此在2018年 成立了一个以打造美食森林 为主的非营利协会 每年会为全球各个环保组织 提供计划 培训五百到六百人 投入造林活动 也为减缓粮食危机 尽一份心力 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